练后到底能不能直接喝葡萄糖 那长期喝葡萄糖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胰岛产生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 那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建议大家在练后 补充20克左右的葡萄糖和鸡酸一起合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鸡酸的吸收利用率 但是有些兄弟担心 这样会不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因为葡萄糖的生糖指数是最高的 没有之一 那今天我就把这两个问题给大家讲解明白 那首先的话 大家肯定都知道 GI值 GI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生糖指数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碳水化物 反映了食物 对我们血糖影响了一个快慢 但是大家想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 练后喝这个葡萄糖 那葡萄糖的生糖指数是多少呢 是100 没有比它更高的 但是大家想个问题 如果我只是吃一粒特别小的葡萄糖 大家想一下 你血糖的变化程度大不大 那显而易见 一粒的葡萄糖的话 那我相信你的血糖几乎是变化是微乎起微的 所以说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你的血糖的影响 它不光有GI值与生糖指数有关 它还与你的实际的碳水的收入量有关 所以说单纯的用GI值 你去反映你念后吃的食物 对你血糖的影响 它是不是那么准确的 那么我们用什么去更能准确的去反映 吃的这个食物对我们血糖的影响的 那就是GL值 GL值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这个血糖复合 那GL值怎么去计算 非常简单 GL值等于你收入食物的GI值 乘以你实际摄入的一个碳水的量 然后出100 那我们回到最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炼后我建议大家喝20克左右的葡萄糖 那么咱们算一下20克葡萄糖 它的GL值是多少 葡萄糖的生糖指数是100 乘以20克葡萄糖就是20克碳水 那所以说100乘以20再出100 非常简单啊 那20克的一个葡萄糖的话 它的GL值是20 那么咱们再去算一下 100克米饭 它的GL值是多少 那我相信大家啊 一般吃米饭的话 不会就是100克 对不对 那咱们先算一下100克米饭 那米饭的GI值是90 大家可以去查到啊 那100克米饭的碳水含量大约是25 所以100克米饭有25克左右的碳水 然后出100 等于22.5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100克米饭的GL值是大于20克葡萄糖的一个GL值的 对血糖影响反而更高一些 更大一些 所以说啊 在练后补充20克左右的葡萄糖啊 或者是你像我气候量比较大 你我补充到30克啊 基本上对血糖的影响啊 还没有100多克米饭的这个影响大 所以说大家以后啊 吃碳化物 千万不要单纯的看GI值 一定要看你总的碳水涉量多少 GL值更能准确的反应啊 你涉入的食物对血糖的影响 0 0